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508部分的话 它那个最大公因数 然后其实最大公因数应该 应该大家都知道 这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比刚刚那个1元20太简单太多了 就有点像它输入什么 输入两个数字 12跟8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12跟8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的话是12Enter 8Enter有没有 就等于是输入两个input 但是它这个地方比较特殊是什么 它这个是输入12然后逗点8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input 但是要带两个资料 所以这种写法比较特殊 你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二个是说 输入完之后12跟8的最大公因数 那应该是4没有问题 最大公因数 最大公因数 它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从1到可能到1到 应该是1到8吧 这个范围 就是1到8这个数字里面 中间哪一个数字 又能够被12整除 又能够被8整除 那那个就是他们的最大公因数 反正两个数字都能够整除的最大的一个数字 OK 那概念应该有了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 现在谁 真的吗 我记得好像这个是数学的 以前小学数学的 没关系 反正知道就OK了 因为其实不难 跟之前那个值数有点像 OK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那第一个我们知道原理原则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希望 假设我先弄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demo一下 所以呢 我们就是输入 好 假设 执行一下 那特别注意 执行的时候 要输入12 0.8 你不是输入12 然后再输入一次 12.8 Enter 让他得到10 把最大公因数输出 另外的话 他还有个什么 4跟6 4跟6的最大公因数的话 那应该就是2 4跟6 他们都能够整除的 最大的数字是哪一个 就是2 OK 3不行吗 他除以4 然后12除以6 不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假设 我们一个来 两个都能整除的 所以我可以从1开始吗 1一定可以 2也可以 3 3 3不行 4 4可以吗 5的话不行 6不行 7不行 8 8就没有了 OK 所以 所以理论上应该第一步要什么 要先知道说 到底 12跟8 哪一个比较大 如果 比较 应该要找比较小的那一个 比较小的那一个 当成是我们回圈的 停止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说 1到8 有没有 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地方 用4回圈应该比较恰当 好 可是 理论上应该要是比较一下 到底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 可是 这考试 没有 反正 理论上后面 它 就是比较小的 所以理论上就抓后面那个数字就对了 前面那个数字是比较大 后面比较小 但未来如果你自己写这个程式的话 你就自己比较一下 最后比较小那个 当成是回圈 停止的那个地方 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该如何撰写 所以再来的话实行一下 4跟6 不是 4跟6的话 那应该是 应该是输入6跟4 不管 反正 4跟6 Enter 那就得到2 OK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第一个 输入部分的话 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之前的话是输入12 Enter 8 那这个地方的话 两个一起输入的话 那你Input的写法就不太一样 记得 Input的写法 我们本来是x跟y分开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两个都要一起输入的话 请你将来呢 把它改成这样子 就是x 逗点y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特别是输入的时候呢 也是 要输入两个 中间加逗点 就OK了 第一个 这可能稍微记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部分 再来的话 最大公因数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给它一个初始值 最大公因数 初始值 一定1 为什么 因为1一定是最小的最大公因数 因为1一定能够整除嘛 所以它应该是最小公因数啦 OK 那我们不是要找最小 我们要找最大公因数 如果刚好两个都 都不能整 它就是只能抓1了啦 比如说2跟3好了 那就一定是1嘛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跑个回圈 里面要跑一个逻辑 里面要跑一个逻辑 回圈里面逻辑 就是如果 如果跑的那个 产生的那个i的值 能够被x也能够被y整除的话 那表示呢 那个数字就是 它们两个之间的最大公因数了 所以哦 程式该如何转写 1 for i in range 从1开始嘛 这应该没问题 然后逗点的话呢 取后面这个数字 如果理论上我刚刚讲 理论应该要比较一下 拿一个比较小啦 不过这考试好像没有 就直接拿后面那个就OK了 那假如说拿8 所以我们如果要取值的话呢 那从1开始 那取到8的位置 OK 停下来 所以后面的话 逗点记得要把y加1啦 因为如果你放8的话 它跑到7就停下来 应该8也要算进来 OK 然后呢 后面有个条件 如果找到那个i的值 能够让x跟y同时哦 同时整除的话 那同时的话 特别注意哦 一定是and 交集哦 你不能用偶尔 偶尔的话是只有一个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逻辑的话 如果 整除应该还记得吧 x百分比 有没有 那percent 然后i的值 等于等于0的话 前面有写过很多 另外的话呢 y 能够被整除的话 所以写成这样 如果 x跟y 能够同时被整除的话 然后呢 那就把那个i的值 留下来 那留下来 预设值我们是1啦 所以把这个 比如说 刚刚1OK 可以整除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其实1应该可以跳过 所以层次应该可以从2开始也OK 因为其实理论上1一定整除啦 跳过1也没关系 那假如说这样 那我们 后面的话 如果是2的话 2可以整除 就把2 丢到GCD 本来是1嘛 把它盖过去 所以GCD就变2了 OK 然后3没有 3没有办法整除 然后4 4就可以 所以4的话呢 又把2给盖过去 最后的话呢 就留下4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print 有没有 print4 所以我们刚刚执行一下 刚刚是12跟8嘛 所以12到8 记得啊 输入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输入 得到4 这样OK 那第一阶段OK了 第二阶段就是再把它改成那个什么 制定函数 还记得吧 四个步骤嘛 OK 四个步骤记起来的话应该 就OK了 所以第一个步骤怎么样 请你在第一行的地方 Enter一下 先输入一个df 然后叫什么 compute 然后括弧 传两个参数 x跟y 然后后面加一个帽 1 先建一个制定函数名称 2的话呢 Enter 下面这个地方呢 放什么 放它计算的 也是输入跟输出以外的 这些东西的 这个计算的部分 把它拖拉到上面 记得按一个TAB键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做什么呢 这个地方就呼叫它 第三步呢 就把这个compute 把这个 这个Ctrl C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 贴到这个compute 但是 现在没有return 所以记得 return的部分 记得 再加一下 return的地方记得 你记得 说牌的位置 一定要说正确 一定要是在哪里 是跟那个什么 4的同一阶 你不要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办法return 所以 现在是你可以 Enter一下 它会掉到这里 请你按back 1 2 两阶 OK 然后呢 在这边打一个return 然后呢 把GCD 这个变数呢 把它return到哪里呢 return到这里 所以最后得到的是4 然后print出来 刚好是4 OK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一样我们会发现 建立制定函数 这四个步骤 1 2的话 把这个计算的东西 放到这边来 3的话呢 就是让它呼叫 4的话就让它return 4个步骤 这样好像蛮好记的 只要记这4个步骤 如果以后制定函数 大体上就没问题了 OK 好 那 所以我看一下 应该 程式写完 应该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南白板的第 你看 第25页 这边 缝回圈 然后 其实本来我是用画尾回圈 但我发现画尾回圈好像比较笨 程式比较复杂 所以我把它改画尾回圈 OK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当然如果我印象中好像书里面是用画尾回圈 我觉得反正不够聪明 可以改一下 OK 那本来程式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第一次写不见得一定就写得最好 所以通常可能我们一个程式写完之后还会一直思考 有没有地方是不是能够让他写得更好 更优化 OK 我会一些思考 其实这也是 应该也算乐趣所在 OK 所以如果你能够体会这种乐趣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 就因为会喜欢去接近他了 OK 但一般人可能 还无法体会 不过大部分还是可以把它结合工作 如果你知道要结合工作 我觉得 因为Python毕竟你要学到 这跟Office 跟一般办公有关的 可能他学得蛮多的 后面还有蛮多要学的 我导建议 如果你们常用Excel的话 导不如可以先学VBA 我觉得VBA导 对一般人的 在一般Office办公室用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用一点 OK 因为 其实我已经有两个课程我都有教 OK 那我如果针对 假设你是一般 在办公室应用的话 其实导可以再看看 其实我YouTube上面也有一些影片 如果你想要学VBA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可以参考 像最近的话 我是反过来 从Python 因为Python后面也是产生报表跟图表 我发现 报表跟图表 其实在Excel里面也可以自己产生 但是 因为一般人比较少 用Excel去写一些程式 那我想说 干脆就 Excel里面VBA就可以用了 所以我就用VBA 去画图表 反而更方便 OK 就不用说你还要特别 还要先用Python 做完之后再配到Excel 那等于有点多词一曲的感觉 OK 所以如果你大量是在使用Excel的话 导部你干脆就把VBA学好 为优先 我觉得 比较能够马上可以做出一点东西来 OK 可以试试看 但是你说语法不一样 跟观念都一样 就是 这边有的那边其实也有了 这边有变数 那边也有变数 这边有回圈 那边也有回圈 逻辑判断 所以 这些的所有程式 你用VBA写 全部都可以改写 没有问题 一模一样 都没有问题 两边其实是相通的 只是说语法稍微不一样 所以我是两边程式都有在教 如果我对两者之间怎么转换 其实还蛮能够嫁进就 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 会需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们想要多知道一点 其实在云端白板上面 因为我们在前面六门的部分有讲到云端白板 其实上面还有蛮多的 第四个单元 VBA到Python 或者是说我有一些范例 怎么样把Python程式改成VBA 上面其实都有 所以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 其实也可以 把两边的程式一起把它学好 给试试看 508做完之后的话 再试试看510 510它叫废氏速裂 听到名称感觉好像就 又在讲数学 其实真的是一个数学家 它又名叫什么呢 叫做匪波纳契数裂 或者一堆 反正就是一个 一般叫废氏速裂 其实就是什么 它有固定的规则 它就拿那个兔子来比喻 比如说我今天我买了这个 一对公的母的兔子 然后它一个月之后才能 生另外一对兔子 如果它多久之后才有 100只兔子 那这要怎么去估算 多久哦 OK 比如一个月才能 假设这是固定的话 那多久之后 我的那个 兔子园里面 就会有一百对的兔子 然后怎么估算 这个废氏速裂里面 就提供一个解答了 重点当然不是在 在这个数学 我是觉得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也许 各位如果508做完之后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510 废氏速裂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蛮共同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兔子 假设第一个月 第零个月 就是还没有没有兔子 然后呢 兔子的话呢 它在 这个第一个月好了 第零个月 第一个月的时候 假设我们买了一对 但是它不能马上生 它隔一个月之后 间隔一个月之后 才能够生下一对兔子 所以我买来之后的话呢 等于是一个月之后 生了兔子 然后那个兔子 在一个月之后 又可以再生兔子 原则上是这样的 那当然我们 基本上我们先了解这个规则 待会我再怎么样把这个规则给变出来 好啊 请各位先试试看 你待会再来 好